Hello大家好,是我Rosema 今天帶大家來到Richmond的一間新開的餐廳 什麼叫新開呢?真的只開了三天而已 它的名字叫Wasuta 那這裡吃什麼的呢? 它是吃義大利跟日本的Fusion 很特別耶,日本跟義大利耶 是怎麼樣的呢?我也沒有試過 我們等一下一起去試試看 日本料理跟義大利料理兩個綜合起來 這個組合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我們有請到那個主廚叫Sergio 我們解釋一下喔 Hi Sergio, how are you? I'm good, thanks Good,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opening Thank you so much Can you tell us a bit about your background and inspiration? Yeah, so I used to work at Japanese Izakaya for three years and then I went to Italian restaurant after that three years and then I went to Novo Pizzeria I worked there for like a year and a half and then yeah, here I am Wow, I do have one more question that I want to ask What's your courage of opening a new restaurant during COVID? It's for me it's now or never kind of situation Either if it's COVID time or not I really wanted to open my restaurant I really wanted to open my restaurant So it just came Nice Okay, so we're gonna wait outside and can't wait to try them Yeah 現在東西都來了 那我第一道試的呢 就是這個明太子加Carbonara 就是義大利的那種麵 這個硬度剛剛好 不會很硬也不會太軟 然後它味道呢沒有義大利差那麼重 它是偏那種日式的海苔味 你會吃到那些帶子的味道 再來這一道呢 就是我最期待的 你看整個魚卵在上面 我剛剛問他這個是什麼魚卵 這是鱈魚卵 然後這道菜呢 叫Spaghetti Montego Carbonara 就是明太子鱈魚的Carbonara 好了我要開動囉 滿滿的鮮味 這個鱈魚卵 我整個放進去了 不用留給你了 不用了 不用留給你 等一下 好這個我試了 它吃下去呢 不會有像你平常吃那些魚卵的腥味 它沒有 就是沒有那種死鹹 還有那種非常那種鮮的味道 它就是普通的 就是口感還不錯 咬下去一顆一顆 這樣 記得吃這個麵的時候 一定要沾那個醬 大量的那個醬 因為那個醬呢 是有明太子 太好吃了 這個我建議大家一定要點這個 然後這個就是炸螃蟹 哇你看 好軟喔 然後脆脆的 看一下它裡面 哇 哇好Creamy喔 它裡面呢全部都是Cream做的 然後外面呢就是用那些 像Tampura的那種炸粉炸的 哇 好Creamy 然後它外面這個皮啊 其實是用那種 我們吃義大利麵的那種 肉醬的味道 淋上去 然後再炸它裡面那個Cream 柚子橄欖油蛋糕 所以它的蛋糕呢 整個都是用柚子加麵粉做的 上面加點Cream 再加一點點柚子皮 然後再灑一點抹茶粉 這個也是 you know我期待的 它裡面是這樣 很綿 甜度剛剛好 這個也很好吃耶 欸這個一定要吃柚子橄欖油蛋糕 好那這一家呢 就是一家非常新的餐廳 如果大家喜歡嘗鮮的話呢 可以來試試看喔 它有飯糰 Skip the Dish 還有Uber Eats 你都可以在那邊訂 這邊有大量的停車位 它在二樓 然後如果你要在這邊吃 也可以有一個美景 可是注意就是 這邊風蠻大的 所以做久了 還是會有點冷冷的喔 Rosema下次再介紹你 更多更好吃的東西 好那大家記得like and subscribe喔 下期見喔 拜拜